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我们在课程中的四个话题 说了我们在课程中的四个话题 评 博词 横词的安拉之尊名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已经在古兰经的十光章当中所包含 知识 遵行 宣教 以及忍耐 这是书中讲到的第一个内容 今天我们学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当中包含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基础 三个基础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也就是一个人在缝坑当中也要受问的三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个另外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认主独一 要知道安拉是独一的主宰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拜主独一 要知道安拉是独一应受崇拜的 我们要唯独崇拜安拉 我们的崇拜的行为只是对安拉 只是向安拉 不是向安拉以外 第三个问题要解答 作为一个穆斯林与穆斯林的关系 以及穆斯林如何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 第二 再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要讲到安拉是认主独一 安拉是独一的主宰 以及要知道安拉的尊名与品性的独一 第二项要学习拜主独一 安拉是独一的受拜者 第三项要讲到作为一个穆斯林 如何忠正的与非穆斯林去交往 讨认的是什么呢 讨认的是什么呢 讨认的就是要认主独一 败主独一 以及归信安拉的尊名与品性是独一 要知道安拉是独一的 没有任何体敌 学习讨认的从这三个方面学习 认主独一是什么呢 要知道安拉的行为是独一的 比如安拉的创造 第二项要学习拜主独一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安拉是独一应受崇拜的 做一个仆人 他们的功修指向安拉 不能对安拉以外者 要知道第三项 我们要知道安拉的所有的尊名 以及所有的品性 都是安拉所独享的 没有任何体敌 我们肯定安拉的尊名与品性 依据安拉的古兰经 以及使者的哈里斯 我们在信仰认主独一和拜主独一的时候 要纯洁的信仰 忠诚的信仰 不能有任何的 在内心当中有任何的体敌的思想 作为穆斯林 在面对非穆斯林的时候 分为三个方面 有一些非信士 他们屠杀信士 侵犯信士的 种种的权利 还有一些人和非信士们在一起 他们的行为 往往受到非信士的 影响 他们的行为 和非信士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种人 他们是以中正的 以中正的方式 和非信士们一起 他们不去做非信士 所做的 他们的宗教行为 他们并没有和非信士产生 互相司杀 互相敌对 这样 他们在宗教的行为上 不与他们 有任何官员 我们向他们宣传 什么是穆斯林 我们可以对于这些 没有侵犯 对于没有侵犯 穆斯林的人 我们和他们一起 有正常的交往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是有区别的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 这个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学习了 要认主独一 要知道 安拉的尊名与品性独一 第二个问题 我们学到了 拜主独一 只崇拜独一的安拉 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到了 要以中正的方式 要认识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